好啦 我們再去接下一階段的那個狩獵任務 狩獵任務真的超驚險的 很有趣啊 都是在賭命的 真的沒有人 沒有人 你怎麼會想起小這裡 有尊嚴 沒有人沒有人 你怎麼會想起小會 不然想起小會 這次的目標是 這貨是誰呢? 是血牙劍齒虎 這貨是誰呢? 這貨就是一開始出現的那頭劍齒虎 也是特殊品種的 我感覺我又是越級打怪囉 我前輩不是才被一隻普通的劍齒虎打假的嗎? 直接來挑戰進階種啊 呵呵 沒關係我們來挑戰看看 從... 啊我們直接走過去 傳送點好像沒有比較近 欸是晚上耶不行不行我先回家 我們睡到白天再出門 晚上太恐怖了 天亮啦 因為我們現在狀況要打贏可能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利用到那個... 特殊增技 比如說這個... 終極強化 可以得到氣味偽裝 防火跟速度提升的效果 這個時間點不是現代喔 時間點呢是... 史前的一萬年 原始人時代 抓到劍齒虎等於無敵 所以我才要這麼早去抓啊 前面其實有觀眾提到重點 我現在血條只有三條 其實不太狗 有點勉強 但這些特殊怪物可以重複刷啊 也就是說你前面打啊 你死掉以後沒關係 上一階段你打掉他損的血 下一階段你去打 他還是那麼少血 血條是繼承的 我往上爬啊 沒地方爬啊 好吧那就下去了 沒辦法 所以真的打不贏的話也沒關係啊 我們就一直重複刷 刷到他死為止 火動武安 該抓一隻長矛巷來坦 很遺憾的那個地方是長矛巷過不去的地方啊 況且我現在也不能夠抓到長矛巷 後面有怪物在追我 我一回頭就跑掉了 真是膽小 不能夠用勾爪 勾爪 勾爪是特殊的地方才可以用啊 他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勾 獸王獵捕就在附近 跑到洞窟裡面去啊 洞窟的話對我相當不利欸 怎麼說呢 地形太小 我沒有地方可以跑位 直接跳啦下面是水沒關係 出現了 等你好久啦 等你好久啦 前面好黑喔 別拔火 地上長長的血痕 叼著剛剛那個屍體不知道跑哪去 速度很快 獸王獵捕 欸欸 火熄了 那換個 換長矛 這邊 下面有人活動了吉祥子 喔..好多人喔 呵呵 我還是不要惹他們 畢竟他們不是我的目標 我的目標是劍池湖 出現了 寫了痕跡向下延伸 這可以調查 他攻擊了這個部落的 我們要依靠他留下來的線索去追蹤他 這邊好多屍體 感覺他殺人不是為了吃飽肚子 因為好玩才殺的有沒有 把人殺死以後就丟在原地了 我聽到爆的聲音 在附近 天是不是要暗還是要亮了 應該是要亮了 我有點迷失方向糟糕 這個長矛可以燒很久 就發現了新的營火處 調查這附近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調查 這個嗎 嘔吐物 還有分心救 我們先朝森林這邊好 我剛剛那個長矛被燒掉一隻了 再做一隻 獵捕這種大型的獵食者 最好都是用長矛打 殺傷比較夠 攻的話殺傷力太低了 不知道要打什麼時候 我怎麼感覺越走越偏 後面有個調查點 回頭看一下 在哪裡 在哪裡 喔 找到了 欸是歡欸 歡是一種 你不要看他體積小 他其實是一個相當兇殘的生理 有沒有我的黑豹差點打輸他欸 來補一下血 衝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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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哇塞 他只是摸個爪子就變這樣了 還在下面殺了泡尿嗎 好啊 陷阱 這個是提示說用陷阱來 略殺他 但即使是陷阱也無法把他秒殺啊 了不起就是暫時困住他的行動而已 真的超多血 陷阱 這邊要開始做陷阱來 誘補他就對了 我們在這邊射陷阱 這邊也射一個 然後 中間這個洞好明顯 我想要手動射一個 好 好啦 這樣他不管往哪裡逃都會中我的陷阱 好 好 我跟他一起等 太棒了 我有夥伴可以一起掠殺他 周圍呢都被我設上陷阱 接下來就是睡到晚上 等他出現啦 好啦 都準備好了 好啦 都準備好了 現在就等他出現了 他會從哪一個方向出現呢 從前面出現 小地圖的紅點已經出賣你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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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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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死了快死了 剩沒多少血 跑好快喔 連我的黑豹都追不上他 沒拆掉了 糟糕 我剩下兩隻長矛 兩隻很危險耶 兩隻肯定不夠阿 好 哇 糟糕糟糕 他躲回他的巢穴了 唉 最不利於我的地方阿 陷阱 走走走走 快退快退快退 太黑了 太黑了吧 我看不到什麼路了 你媽的 有了有了 看到路了看到路了 快退了 快退 快退 出去我就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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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快退他 哦 怎麼算搞定他了 來 我們來仔細看看他的樣子 前身傷痕累累啊 來,給爸爸摸一下 為了抓你,我得多辛苦啊 來,給我摸一下 你可以摸嗎? 不能摸啊,他不能摸嗎? 過來 他好像不是很聽話喔 家要過來也不過來 給我摸一下嘛,乖 好啦,有觀眾說會想看一下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幾乎是這個遊戲中最厲害的掠死者 只是逆中差了一些 得到他以後,後面就會輕鬆很多啊 現在時間是下午1點53分,我覺得今天差不多啦 先到這邊吧 剩下的進度我們明天再繼續玩 其實我劇情沒有推進多少 就剛找回三個同伴 然後進行了兩個獵人的任務 就沒了耶 哇,沒想到時間過這麼快耶 三小時就這樣沒了 感謝大家收看 明天見囉 同一時間,中午11點 大家掰掰 我剛才會說 你不要再試試看 很久 那一時間 到時間 到時間 五十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